Biohazard Container 今天短短一場,我要去玩戰地風雲1的BETA 今天我要講大使館的車庫光劍 這個點是所謂的Bandit Trick 就是電哥拿電瓶燒掉分賣的炸彈最常見的一個點之一 因為透露Bandit在手牆的線索就是這樣 一定要把牆壁射破以後就封死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,因為這樣做以後Bandit會比較聽到 Themite把炸彈放在哪一面牆上 但Bandit現在其實非常脆弱,因為他全程灌注的聽 Themite炸彈裝在哪一邊 所以我現在就叫我們的Themite去裝炸彈 我們先丟個煙霧彈,把上面的樓梯封起來 所以我們開了幾乎整個彈槍才打中他 但是因為他在裝電瓶完全不能反擊 而且他們還蠻有趣的,他們裝一個防彈盾想保護他 但是很明顯的不夠 他們再不衝就要被撿光了 這幾顆槍給我衝鞋